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屋实际 今天分享青菜好吃的做法 青菜放入六里肌,就一下,想不到这么好吃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将青菜放入盆中 将青菜叶掰开 然后加入适量蒙水 将青菜清洗一下 挤去青菜上残留的污渍和泥土 青菜洗净后放入料理机中 煎青菜,打成汁液 碗中放入280克面粉 加入一勺白糖,搅拌一下 倒入打好的青菜汁 搅拌成面絮状 再下手揉搓一下 将面絮整理成光滑的面团 静置饧发2分钟 适量的蒜板先拍散 再切成蒜末 适量的小米辣切成圈 再切一些葱花,装盘备用 盘中撒上适量干面粉抹匀 防止粘连 剪泡好的面团用剪刀剪腿小块 剪好后撒上适量干面粉 装拌一下防粘 锅中水开,下入面块 搅拌一下,防止粘连 煮至面块浮起后 控水捞出过凉 过凉可以保持口感清爽不腻 然后控出水分 加入葱姜末,小米辣,一勺食用盐和白糖 再加入适量生抽,陈醋 最后加入一勺香辣酱,搅拌均匀 将食材,调料,配菜,充分地搅拌均匀 然后装入盘中 美味的蔬菜面块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的面块口感清爽不腻 可以做主食也可以搭配面汤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吧